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这大周末又恰逢国外的圣诞假期,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是怎么过的, 有没有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,借此机会喝点小酒收点礼物。 都说这人生苦短,及时行乐,快乐的时光少,所以但凡能忙里偷闲,就好好珍惜。 秉着地球人过地球节的原则,也不免俗套的吃了一只烧鸡。 当然啊,这几天没出现,肯定得有好多观众着急担心了。 哎,这回偷懒的原因倒还真不是因为烧鸡,也趁着这几天跨了城跑去微服私访了一回, 看看国内是不是真的把这不让过阳节认真执行。 大家也都知道了,中国政府喊着弘扬中国文化禁止西方价值体系侵袭,也不是第一年了。 而且连续几年,每到圣诞之前就派黑皮狗跑去查人家教堂,告诉人家不许庆祝。 而学校里也都下发了文件,说不能让年轻人被白胡的老头和躺衣跑弹荼毒,今年也不能免俗。 反正人家共产党是无审论者,就信马克思,所以给祖国的花朵也不用施别的肥,就看爱国电影长津湖就行。 你别说,在饭碗的威逼利诱下,今年这学校还真没什么动静,但是大街上就是另一幅光景了。 北京倒是还好,毕竟在中南海旁边忌讳多,谁也不想弄个圣诞老人挂墙上给自己找麻烦, 所以只有三三两两的圣诞树。 但是到上海这儿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,外滩、武康路、郊州路等等地方, 这红衣服的爬墙老头是随处可见。 而圣诞集市、彩灯、美食也是哪都有,你要想拍美美的照片还得赶场,排队两小时起步, 因为啊,到处都是人,热红酒喝了,照片发了,结果不出意外的又是一阵血雨腥风。 有人说真好,真美,这就是文化自信,有人对此嗤之以鼻,说不过是庆祝周末,给自己加这么多戏。 还有人上纲上线,说这就是消费陷阱。 更觉得是还有人摇着红旗,说等中国成了世界老大的时候,让他们都挂上红灯了。 但是甭管什么观点,今年这圣诞节在中国确实是不如以往热闹, 连中国的圣诞村浙江义务都发来反馈,说很多产品堆在店里,是境外运不走,国内需求也上不去。 这种情况倒是跟老百姓什么听党话跟党走没什么关系,就是很简单的没钱了, 所以只买对的,不买贵的。 而最近这种情况又升级了,不仅自己口袋里的钱不愿意往外掏,就算是你给发了消费券, 他也觉得不合适,依旧不买,因为没那个心气。 进入12月以来,全国已经有超过30多个城市发放了消费券,涉及的消费场景也很全面, 是餐饮、购物、旅游都有。 你要说政府给直接发钱,是为了让老百姓花,促进经济,这水放完了,你好歹也听个响,往家里抱了两双运动鞋。 但是消费券发给你,那可真是润物无声,不仅推动了物价的上涨,让你拎不回来东西,还惦记着你兜里的钱。 仔细看看这些消费券后头的小字,要么是满200-5块,要么是这个不能用,那个不接受,或者限时多少秒内用完。 最缺德的是那些旅行类的消费券,现在中国各地都实行跨省熔断, 你,贪小便宜去了,巴唧就扣下,来个旅馆洗浴14天。 你说现在老百姓也不傻,都说开源节流,开源节流。 你要想日子过得好,光省钱没用,你得先开源。 这怎么挣钱的方法不说,天天就让往外花,那搁谁谁都不干。 所以尽管各地发的是热火朝天,可是一看数据,不仅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增长, 甚至还回落了一个百分点,就这玩意儿还是国家大概齐统计的,不掺水分的话更难看。 眼看着这物价一天天的涨,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紧绑,这内循环就快玩不下去了。 而中国人还有储蓄的习惯,越是山羽欲来,就越不爱花钱。 这死劫怎么办?哎,人家还真有招。 左手下令各大银行下调储户的存款利率,也就是告诉你现在存钱不合适了。 给你的撒瓜俩枣,不仅抵不过通货膨胀,而且右手他还不断输出负面新闻,宣传谁谁谁存了钱,巴唧就不见了。 这不,本频道之前也做过几期节目,有企业的数十亿,还有百姓的几百万,都被银行内部人员转走, 要啥就死无对证,储户还得承担80%的责任。 你以为党媒宣传是为了揭开社会阴暗面,其实都是给人民群众下半玩的心理战。 关键是这一环套一环严密极了,不存钱就推荐你买股票基金和理财, 这玩意儿赔起来比扔都快。 而中央不是一直号召着要军贫富吗? 最近这几番枪打出头脑的操作下来,老百姓的收入没见上去,失业大潮倒是来了。 这烂摊的太多,没法收拾,哎,人家逆向思维,把最大的扶贫电商主播薇雅给办了。 又是罚款13个亿,又是揭露事实,说人家年入百亿的,一下子刷新了老百姓的三观。 这下可好,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都觉得做主播挣钱,而如果你要仔细观察, 中国前头几次的造福浪潮,都是这个模式,一小部分人掀吃螃蟹,在政策鼓励下大红大紫,一下成了典型。 随后一出泄墨沙驴把钱收回来,还空出了武林盟主的位子,于是又引起新一轮的争锋。 倒下的觉得自己劳苦功高,没上位的觉得自己肯定比前一任成功,如此内卷往复。 就像这回,贝雅被拿下之后,无数的年轻人却义无反顾的参加了直播培训的课程, 虽然演技不行,但是丰沛的情感够用,生死历劫的希望自己是下一个冉冉生起的新星。 可是现实哪那么容易啊,消费力疲软的百姓,被压缩利润的商家, 每天定时上线,或哭或笑的主播,每个人都是一顿折腾,最后又对着碎银几两发愁。 每个中国人都在想给自己找个出路,可是到头来看到的却是浪奔和浪流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中国政府发消费券,依旧无法刺激经济这事儿怎么看呢? 你们那今年的圣诞氛围又浓不浓呢?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一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